人生首度造訪北京 前總統馬英九一早在陸方領域封不下 驅車直奔抗戰博物館 看到烈士的家書 馬英九神情靈重 拿起手帕醒了鼻子 之後到鹿溝橋 見到七七事變的經歷者 感慨發表談話 當年我國到底為二戰勝利 與世界和平做出多大的貢獻 我一向認為戰爭沒有贏家 和平沒有輸家 我們必須學會和平解決爭端 不只一再強調和平理念 馬英九也特別提到我國兩字 結束上午的行程 馬英九即日在國台辦主任 宋陶的陪同下游覽北京故宮 有說有笑互動正落 當看到自己的春聯 馬英九還興奮留下簽名 更再提兩岸交流的重要 那兩岸之間有更多文化交流 是任何刻意為之的手段 或硬是席探所切不斷的 任何所謂去中國化的行徑 都不會成功 唯有回歸民族情感與中華文化 兩岸才能長長久久 行程滿黨的馬英九 接著前往北京飯店 和大陸副國籍領導人 北京市委書記引力共進晚宴 馬英九這趟附路主打和平宗志 外界關心的馬席二會 穿出將在10號登場 雖然當前兩岸局勢緊繃 但是雙邊人民都在答覆 提起了馬英九的總統身份 馬總統來自台灣 總統好 台灣的前總統嗎 他的影響OK 我仔細的在關注 我想兩岸只要有溝通交流 都是好事的 用對話交流取代敵意對峙 執政者對馬席見面 也抱持正面態度 肩負和平使命的馬英九 能否搭起兩岸友誼的橋樑 各界引頸關注 就林鑫沛與中山沈珍採訪報導